欢迎来到Noyantv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是内娱唯一一个让粉丝害怕的存在吧? 王一博,作为中国内地的一位年轻演员和歌手,备受关注。 自从他在2018年通过参加真人秀节目《偶像练习生》获得广泛认可后,他的人气便节节攀升。 然而,尽管他有大批的热情粉丝,有一些人却认为王一博是内娱界唯一一个让粉丝感到害怕的存在。 首先,王一博的粉丝爱他爱得太过痴迷。 在他参加的真人秀节目中,他凭借出色的表现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随着他的知名度增加,他的粉丝群体也在不断壮大。 这些粉丝为了表达对王一博的喜欢,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刷屏,发动攻势,甚至会追逐和跟踪他的行程。 这种过度的行为使得一些人感到担忧,甚至害怕。 其次,王一博也面临着大量的负面评论和攻击。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 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即使他表现出色,努力工作,也会有一些人无端指责他,甚至恶意攻击。 对于这些攻击,王一博能够相对镇定地应对,但对于那些喜欢他的粉丝来说,这些攻击无疑会带来内心的恐惧和焦虑。 另外,王一博所承受的压力也不容小觑。 作为一个年轻的明星,他面临着巨大的期望和压力,需要在各个方面都保持出色表现。 这种高压环境下,王一博不断努力提升自己,但也因此在长时间的工作中颇有些疲惫。 这让一些粉丝害怕他是否能够承受住这种巨大的压力,担心他的身体和精神健康。 欢迎来到Noyantv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然而,尽管王一博因为他的人气和影响力而被认为是内鱼界唯一一个让粉丝害怕的存在,我们不能忽视他的影响力和正能量。 他的音乐作品和演艺表现一直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并且他积极参与公益事业,传播正能量。 他努力工作,坚持追求梦想的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佩。 综上所述,虽然有人认为王一博是内鱼界唯一一个让粉丝害怕的存在,但我们不能忽视他所带来的正能量和影响力。 无论如何,他的粉丝始终支持他,并愿意为他付出努力。 作为一个年轻的明星,王一博需要我们的支持和关注,而不仅仅是害怕。 国内一线明星云集巴黎时装周,论排面和格调,还要看王一博。 巴黎时装周来了,这几天的热度不低,源于国内一线明星扎堆出现,流量艺人频频亮相,带来了不少的关注度。 时尚圈都知道,四大时装周,纽约,伦敦,巴黎,米兰时装周,刚刚米兰时装周如火如荼,巴黎时装周紧随其后,众多品牌扎堆上线,我们期待的明星艺人也同品牌一起出现。 秀场上的待遇足够看得出一个明星的地位,这次我们国内一线明星云集,国内人气流量不俗,到底国外如何呢? 一句话,热度也许就是局限于国内而已,真要看你的待遇,那必然是品牌给予你的牌面。 不过度评价各位一线的表现,纵观这次的巴黎时装周,国内一线小花小生们的表现,目前而言,牌面和格调还是一言难尽,吹捧的都是粉丝而已。 欢迎来到NRNTV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顶中顶的明星,我们还是期待一下王一博吧。 不要问为什么,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有些人去了,从秀场的上的待遇和牌面就看得出来,不受重视,有些人去了落座的地和网红并排而已。 而我们期待的是王一博,香奈尔品牌形象大使,从洛杉矶到东京大秀,错失了之前的伦敦时装周,这次的巴黎时装周,王一博如期而至。 王一博在国内的人气和知名度不言而喻,同样在海外的影响力更是一起绝尘,随着电影在海外的上映,人气的飙升,知名度的扩大,再加上香奈尔的格调和王一博的适配度,这才是我们关注的地方。 两次秀场中,香奈尔给予王一博的待遇和牌面,有目共睹,总裁相伴,亚太区封面头版,看秀场的中间位置,这种规格和待遇,可想而知。 这才是代表国人的风貌,这才是实力,这才是魅力所在,这样的王一博才是我们国人走向全世界该有的风貌。 要知道,我们王一博可是当下的国人门面担当,亚运会主题取燃,霹雳舞宣传片05,这张国泰民安的脸,成为海外刷脸的存在,是不是有种自豪的感觉呢? 这次我们还是期待王一博的巴黎时装周的表现吧,从未失手过的小香风,穿出的是自己的格调,是品牌的调性和理念。 追捧的人喜欢的就是读书遗志,很多人说,王一博把一个从不追星的人,一股脑儿的收入囊中。 很多人可能想知道为什么,一个从来没有追过星的人,会突然喜欢上王一博。 一开始小肥妖也挺困惑的,但了解他之后,我找到了答案。 从外貌来说,他的颜值出众,长到了很多人的审美点上。 他有着清冷的气质和优雅的仪态,他的头小肩宽腰细腿长,无论何时都散发着自信挺拔的气场。 而且他内在更是充满个人魅力,他三观症,新性稳,人品佳,具有家国情怀和男子血性。 他性格低调谦逊,清醒通透,认知清醒,目标明确,行动坚定。 他格局高远,胸襟开阔,有拼近,韧近和狠近。 他轻描淡写地说,却能泼墨浓彩地做。 他沉稳坚毅,却又炽热坦荡。 他知事故而不事故。 这样内外兼修,文质兼美帝人放在哪个行业都是顶端人才,而他恰恰是个明星。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